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大家是否还记得我手术之前讲过的最后一期《圆丹品案》 当时给我推荐案子的小伙伴,本周又给我推荐了一个案子 此案的过程曲折,但是侦破非常精彩 而且我发现在网上还没有很多的视频作者讲过 所以在此我要先感谢一下这位小伙伴为我的精心推荐 然后请大家随我开始今天的内容 事情发生在湖北的乾江 1989年1月31日上午,乾江市警方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 称其儿子被人绑架了,绑匪正在和他索要赎金 于是警方立刻赶往了现场 报警人叫张长庚,是江汉油田矿机研究所的一名干部 张长庚告诉警方,自己的儿子名叫张磊,十年七岁半 平时很听话,每次和小朋友出去玩 都会在天黑之前回来 但是报案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30日下午 张磊和小朋友们到兴隆河堤附近玩耍之后 张长庚晚上曾到处找过 还跑到了附近的单位广播站 发布了寻人的广播 但是始终不见孩子,也没有任何人提供线索 1月31日清晨,一位邻居在张长庚家门口发现了一只旅游鞋 而鞋里塞着一张纸条,里面写着 你儿平安,不要报案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到爬鸡餐馆门前的树下找纸条 张长庚当时确实没顾得上报案 急急忙忙就和妻子跑到了爬鸡店门口 很快也就真的找到了纸条 大意识 你儿平安,需贷6500元 在31号上午10点送到七路车车牌下 直到此时,张长庚才反应过来 儿子是被人绑架了,目的是要钱 随后他选择了报警 警方一看时间,距离10点没有多久了 于是赶紧增派警力 暗中保护张长庚,便让张长庚到指定位置送钱 1月31日上午10点整 张长庚紧张地来到了七路车车牌下 但是等了许久,劫匪始终没有出现 最终,警方无奈地示意张长庚 估计劫匪不会出现了 让他先回家,看看绑匪有没有什么后续的举动 结果张长庚刚刚到家 就接到了绑匪打来的电话 让他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 再去一次车站,有新的纸条 警方得知后,立刻让埋伏在附近的警力按兵不动 持续观察车站附近的情况 看是否有可疑人员出现 但结果毫无异常 2月1日上午,张长庚再次来到了车站 果然在车牌处找到了一张新的纸条 大义士 去向阳医中拿新的纸条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张纸条的第一句写着 首先请同行的人回去 这就说明 虽然警方蹲守了一天一夜 并没有发现绑匪来放纸条 但是绑匪却已经发现 警方介入了事件之中 这让张长庚和警方都隐隐地感觉到一些不妙 不过时不我待 毕竟儿子还在绑匪手里 张长庚来不及多想 便第一时间跑去了向阳医中 并成功地找到了纸条 上面写着 乘车去沙士车站售票厅 交钱赎人 并在最后写道 后天我们飞抵广州 你儿也就没法处置了 若公了 钱心疼 儿心疼 可见绑匪再次点了张长庚 让他停止警方的参与 但事已至此 这明显也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在警方的保护下 张长庚硬着头皮赶到了 沙士车站的售票厅 但最终绑匪仍旧没有出现 此后的几天 绑匪分别用电话 纸条的方式 让张长庚带着警方 在乾江市周边 油田矿区 以及荆州沙士附近 不停地奔波流转 最终在留下18张字条之后 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警方无论如何蹲点埋伏 包括事后暗中走访周边群众 都没有在字条出现的位置 有过任何可疑的目击记录 而张磊也始终没有音讯 直到将近一个月后 2月26日下午4点左右 一名农民报警 称水稻田放水的寒洞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经过法医鉴定 其正式失踪的张磊 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面对这个结果 父亲张长庚如何心痛 我们暂且不表 但是警方对此案 则是再次加大了调查力度 由于当时我国的行侦技术和科技水平 还非常有限 像现在这样大面积的监控 想都不用想 所以警方当时唯一的侦查手段 就是走访 走访相关的所有地方 走访位置周边的所有居民 但最后却都是一无所获 所以此案的全部线索 便仅仅只有绑匪留下的18张纸条了 而这18张纸条字迹各异 警方甚至都无法判断出绑匪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团伙 是男是女 所以努力了半天的警方 对于此案的侦破 可以说是毫无头绪的 而最终 此案也无奈沦为了悬案 被搁置了起来 时间一晃来到了七年之后 一个人的离世给此案带来了转机 此人名叫徐灿 是当地的一名老警察 曾任预审科科长 一生破获过大大小小的很多案件 也曾经参与过张磊遇害案的调查 而当此案沦为悬案后 他也仍旧不停地收集与此案可能相关的各种信息线索 然而在1996年5月 徐灿人到暮年重病沉身 大陷将至 在弥留之际 他还来探望自己的警员同事说道 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心中最大的遗憾 就是有生之年 无法看到130案高破了 随后没过多久 他便真的于是长辞了 这些同僚 其实也一直对此案悬而未果 心里非常的不甘 于是便再次走上街头进行走访 打算重启调查 然而这一几栋 一下就勾起了当地居民对于此案的恐惧 很多家长开始不放心孩子自己上下学 频繁地迟到早退 接送孩子 周末也不敢让孩子独自出去玩 而随着民众的生活节奏被打乱 大家开始逐渐把对此案的恐惧归咎为警方的能力低下 对公安机关的微信发起了挑战和质疑 而经由此次发酵 1996年10月23日 湖北省警方决定成立专案组 正式重启130案的调查 时隔7年 虽然证据还是只有那18张纸条 但是我国的科技进步了 专案组兵分多路 分别前往了武汉大学 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省公安厅武警总队 去拜访汉语言文学方面的教授 犯罪心理学的教授 以及高级文检工程师 甚至找到了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们 研究绑匪的字形 希望透过纸条挖掘出更多的线索 而此时 另一名本案的关键人物出现了 吴忠毅 吴忠毅是新中国第一批文字检验领域的专家 当时已经退休 此前一直在湖北省公安厅任职 当专案组到处寻访高人的时候 省公安厅便决定 看看能否请吴老出身帮帮忙 而吴忠毅老先生在得知此案之后 也丝毫没有犹豫 一个人非常低调的来到了专案组进行协助 而这位吴忠毅老先生也不负众望 很快便有了重大收获 其分析过程和之前我讲的 爆炸袭警案的吴郭庆老先生同样精彩 所以在此我也为大家详细的复述一下 吴忠毅老先生先是对18张纸条的文字 进行了整体研判 然后给出了绑匪仅为一人的结论 吴忠毅认为 虽然18张纸条看上去笔迹各异 但是如果细看会发现 其文字的笔锋走向 主要是以诵体和立书为主 尽管绑匪通过一定的调整 让这些字迹看上去不同 但是一个人写字的习惯却很难更改 所以这足以说明 绑匪不但仅为一人 其应该还临摹过颂体和立书 而后吴忠毅又指着一张纸条说 过桥顺墙根向右 剑一停停边一倒凳 旗下有信 短短19个字 就把位置写得非常精确 很有文言的感觉 这种对文字的细腻使用 说明绑匪要么是文化水平很高 要么是专业的文字相关工作者 一般的老百姓是很少会这么说话的 之后吴忠毅又发现 绑匪在纸条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社会用语 例如相伤 事宜 差错 非敌等 这说明该绑匪虽然文化水平很高 但应该不会是学生 更像是个有体面工作的社会人 因为学生一般是不会接触到这些词汇的 而且在所有的纸条中 吴忠毅发现绑匪没有书写过繁体字 而那个年代有文化的成年人 会写文言却没有书写繁体字的习惯 这说明其年龄不会太大 应该是在25岁上下 而最后 吴忠毅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个字 月 吴忠毅发现 这个月字 里面的对都被绑匪写到门外面了 其他的字尽管看上去也歪歪扭扭 但至少结构都是对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绑匪对这个月字 肯定有着特殊的使用情节 那说到这儿呢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和我类似的经验 就是上学的时候 写数学的解答题 要写解和答 而时间久了之后呢 每次写解和答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都会顺手的点上一个冒号 而无中一指的 就是这种使用情节 当绑匪在写其他字的时候 都是在费尽心思的伪装字体 在写这些字 而在写到这个月的时候 写出的却是他自己的习惯 这声明绑匪在生活中 肯定是经常使用月字的 那什么工作会常用此字呢 那就是老师批改学生作业 于是无中一总结了以上全部的分析 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绑匪为一人作案 性别男性 应该受过高等教育 年龄在25岁左右 拥有体面的工作 具体可依据线索程度 分成三个方向 一 绑匪常用月字 可优先调查学校的老师 二 绑匪文笔流畅 语言表达清晰 可刺激调查单位的文秘人员 三 绑匪出现过误差 等相对专业的词汇 所以最后可以调查一下工程人员 有了无中一的分析 专案组对绑匪的身份 有了大致的方向 但是地点要从哪里查起呢 对此 专案组在地图上 标记了所有18张纸条出现的位置 然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 那就是纸条出现的位置 其实都不太远 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 绑匪很可能是靠步行 或者骑自行车进行投放的 这就说明 绑匪自身所在的位置 应该距离这些地方并不远 而在这个大的范围中 却存在了一段空白区域 在这片空白区域中 并有两所学校 分别是职工大学和寄工学院 而当专案组来到两处 进行走访了解的时候 寄工学院保卫科的科长 猛然想起 在1988年12月18日 学校里曾经发生过一起 恐吓敲诈案 当时也是出现了一张纸条 大意写着 为寄贫 向你劫一千元 若不借就如何如何 同时也是写了用报纸包好等滋养 此案当时学校报警了 但是因为没有发生后续 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个纸条却被警方留证了 于是专案组立刻将纸条找来 交给了吴忠义 而吴忠义也很快地辨认出 这确实就是绑匪所写 自此两案开始并案调查 此案的嫌疑人也被警方锁定在了这两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当中 而吴忠义作为顾问 文字证据的线索已经挖掘完毕 于是他也离开了专案组 然而随着排查工作紧锣密鼓的悄悄展开 警方意识到了这里面的困难 这两家学校中仅职工大学一家 当时在任的教师就有268人 而这七年间调出转走的教师也有240多人 再加上教师这只是吴忠义猜测的优先方向 也不排除可能是当时的在校学生作案 或者是当地的其他机构人员作案 再加上七年时间的跨度 可以说这个人员覆盖的面积还是相当大的 至于排查的方法 就是悄悄地收集各个单位留下的各个人员的历史文字材料 逐一进行笔记的对比 所以专案组一时间便陷入了成千上万各种文件的海洋 在其中仔细研判 逐一叫对 一下几个月就过去了 1997年7月17日 自重启调查之后又过去了将近一年 凶手仍然是不见踪影 于是吴忠义老先生再次来到了专案组 想尽自己所能 看能不能帮忙再挖一挖 帮助警方缩小排查的范围 而这次吴忠义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疑点 就是这19张试案的纸条都不是完整的纸张 均存在撕扯或者剪裁的痕迹 而在其中一张上 有一处带有红线纹路 不知道大家的工作中有没有接触过公司单位的抬头纸 就是印有公司信息的内部专用纸张 而吴忠义怀疑 这条红线很可能就是抬头纸上的分割线 也就是说 绑匪所用的纸张 很可能就是其所在单位的抬头纸 考虑到此前18张纸条的分布 证明了绑匪会绕开自己所在的区域 而1988年收到恐吓信的是技工学院 所以吴忠义猜测 绑匪大概率应该更可能是职工大学的老师 于是专业组向职工大学沟通 寻要了刘存的历年抬头纸 尤其是着重索要了1988年和1989年前后的抬头纸 拿到纸后 吴忠义马上再次进行了对比 发现红线特征完全吻合 纸张的材质、手感也吻合 基本可以证实 绑匪所用的纸张与该抬头纸为同一版本 所以凶手便也直接锁定了在职工大学1988到1989年的教师之中 7月26日 吴忠义老先生亲自来到了职工大学 带着一些专案组文检人员开始对相关教师的档案材料进行对比 下午4点左右 吴忠义老先生招呼其他文检人员说 其他人的档案暂时不看了 把这个人的人事档案掉了 而经过了一整夜缜密细致的研判之后 7月27日早上6点半 吴忠义老先生非常自信的说 可以确定了 这份档案上的书写人就是130案件和绩效恐吓敲诈案的书写人 而此人的姓名为裴纸运 1997年7月27日晚上9点 专案组确认裴纸运已经回到了教职员工宿舍 为了避免出其他的差错 民警全部换上了便衣 并上楼实施抓捕 彼时裴纸运正在屋内 在毫无防备下被警方成功逮捕 裴纸运被捕后态度非常强硬 他质问警方 我犯了什么事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而警方也很有气势的回应 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会抓你的 你犯的事你心里最清楚 裴纸运又说 你们说说 只要是我做的 我一定承认 于是警方拿来了纸笔 让裴纸运将18张纸条上的所有内容复写一遍 而尽管他很注意调整字体 但是在月字还是直接翻车了 对此裴纸运还是咬紧牙关 拒不松口 与警方僵持了五天五夜 最终在第六天 裴纸运实在是扛不住了 才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在认罪后很中二的说 我总结我一生 发现我和七有不解之缘 我七岁开始写日记 17岁我上大学 在学校当了七年班长 丢了七支钢笔 而审讯的民警也嘲讽的说道 你也是1997年7月27号被公安人员抓获的 那么这个裴纸运是什么人 他和受害者张雷有着什么样的过解 让他竟然能对一个孩子如此残忍呢 裴纸运被捕时十年35岁 任职江汉油田职工大学讲师 曾任江汉油田油气层保护技术培训组组长 还主持过油田高难度科研课题研究 他从小就是一个成绩出众的孩子 喜欢小说 散文 诗歌等文学 写的一首好字 自己还研究过星象术 所以从小在夸奖中成长起来的他 一直认为自己优于常人 应该过上不凡的一生 然而裴纸运的家庭条件 却是非常拮据的 虽然他毕业工作后收入很稳定 但是还是要帮助家里负担弟弟的学费 和家里的生计 所以日子过的也是非常清贫 渐渐的裴纸运越来越对自己的命运不甘 他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创造财富和价值 让自己过上本该属于自己的人上人生活 于是在1988年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赚上第一桶金 于是在1988年12月18日 他给隔壁的技工学院投放了恐吓勒索信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居然直接报了警 在各种坠坠不安中 此事不了了之了 而他的胆子也因此大了起来 认为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在一个月后 他决定重振旗鼓 再干一票大的 1989年1月30日下午4点 裴志运从家前往学校 在等车时 百无聊赖的他突然发现河堤边有四个小孩在玩耍 裴志运想了想 鬼是神差的就靠了过去 说要和孩子们一起玩 没多久 天色就逐渐暗了下来 孩子们陆续开始回家 直到第三个孩子离去后 河堤上就只下了裴志运和张磊两个人 裴志运认为 时机已然成熟 就准备将张磊诱骗回住处 然后敲诈其父母 于是就一边和张磊聊天 一边套取张磊家的地址 父母的职业 经济情况 一边热情的邀请张磊去他家里玩 张磊毕竟是小孩 很轻易的就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裴志运 但是对于去别人家里 张磊却怎么也不肯 由于当天是农历小年 到处都有炮竹的声音 于是裴志运再生一季 说要带张磊去买炮 但是张磊还是不肯 裴志运认为 在河堤待的越久 越有可能被别人看见他和张磊在一起 这样等张磊失踪后 就会有目击者了 于是裴志运又生了一季 是要和张磊玩转圈的游戏 打算把张磊转晕后 直接强行扛走 张磊一听要玩游戏 于是乐呵呵的配合 结果一连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真的晕了 两枪两步 一头就撞到了河堤旁的水沟里 张磊一声惨叫 裴志运赶紧把他拉了起来 就发现其嘴巴上都是血 牙也掉了好几颗 并且一直哭着说 叔叔我疼 裴志运见状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 便抱起张磊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一路狂奔到了远离道路的水稻田中 而这时他发现 张磊已经被他捂得奄奄一息了 他在张磊的身上上下摸索 想看看是否还有别处摔坏了 结果震惊地发现 这个孩子的膏丸只有一个 慌论中他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本来就一个 还是摔的时候撞碎了一个 只觉得这下完全没有办法和他父母交代了 于是他决定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手伸向了张磊的脖子 之后他怕自己下手的不彻底 又往张磊的嘴里塞满了泥土和杂草 确保其不可能生还之后 将其塞进了寒洞 并盖上了一层杂草 逃离了现场 由于其已经知道了张磊家的住址 他便在第二天清晨去扔下了第一张纸条 打算继续勒索钱财 但是随后他就发现张成功报了警 于是他便放弃了要钱的想法 决定用无数张纸条到处散步 以此来迷惑警方 使此案最终和1988年技工学院恐吓勒索一样 来个不了了之 而他也确实以此度过了八个自由的年头 甚至在其被捕认罪之后 他还在不停地说 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的破绽 1998年4月30日 裴志运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至此此案完结 讲完今天这个案子 我想说老话说的真对 姜还是老的辣 酒还是沉的香 吴忠叶老先生 凭借18张纸条 侦破7年前悬案 真的是太厉害了 凭借敏锐的观察 丰富的经验积累 以及大量的知识储备 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调查的关键 从一开始的确定方向到后来的缩小范围 到最后一锤定音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而与此同时 我也想再提一下徐灿先生 虽然当年并没能侦破此案 但是正因为其作为警察的成年坚守 才给此案迎来了转机 故在此 先向一生追寻真凶 最后含恨而终的徐灿先生 和退休后一人加入调查 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吴忠叶老先生 致敬 而说到裴志运 我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卓越 这点无可厚非 但是为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居然使用违法的途径去伤害他人 甚至是一个孩子 也真亏了他本人的职业还是一名教师 不怕心比天高 但请脚踏实地 另外我想说 可能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都会认为我是最与众不同的 回想当初 其实我有过这么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什么都懂 特别优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长大阅历的增加 随着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随着面临解决各种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我会发现其实自己 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我挺喜欢吐槽大会中 大张伟在吐槽政军那期说过的一句话 摇滚说自己最真实 最不妥协 然而生活的真实 就是妥协 我们可以在精神上自命不凡 但是在生活中 也要甘于回归平淡 再次把我为自己取笔名时 写的两句话 分享给大家 日暮深前 报道终绝于世 参舞年花 破镜仍须得失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和转发 多当评论 私信与我互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远暴力尽灭 魂与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